他的这个西路网解放军背景的网上都开始讲到说 这样的一个有人具名带证据要检举 这次的病毒来源就是武汉实验室 武汉肺炎感染力惊人 国际越来越多研究与收集质疑病毒源头 来自与共军生物战计划关联的武汉P4实验室 资深军事记者吴明杰指出 中国内部也出现微妙讯号 这是解放军报2月4号的报道 习近平召开的这个中央政治局常会里头 事实上连习近平在下令的时候 他都强调说在这个会议里面要加大科学的 这个攻击的力度 特别提到要科学论证病毒来源 然后尽快查明这个感染的这个传播途径 是不是他也怀疑 怀疑说这个中间是不是就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那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也担心 是不是有人刻意放出来 此外吴明杰观察到武汉附近共军部队都没有动静 他质疑军队是否已爆发严重疫情遭到掩盖 外界还有一种怀疑 5年前何曾出感染人类冠状病毒的专家石正丽 也许只是替罪羊 好像中国内部有一些讯息开始释放出来 就是要这个石正丽 包含武汉实验室可能要出来扛着 因为这个责任如果武汉实验室不扛起来的话 谁要扛习近平要扛 中共之前声称病毒源头是海鲜野味市场 但说法多处破绽 中方华南农业大学近日声称 病毒是蝙蝠传给中间宿主穿山甲 再传给人类 不过台大名誉教授病毒专家赖秀岁指出 中共一再圆广 这消息由非权威单位来发布 也没有提出证据 可能只是为了掩盖源头 病毒可能由武汉实验室传出 很高几率被用来做生物武器 另一方面 中共似乎在带风向 不只网路上出现谣言 共党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1月28号就在推特上说 SARS跟武汉肺炎都有人怀疑 是美国对中发动生物战 美国智库葛莱仪回文质疑这动机 是否为了替中共推卸犯错的责任 吴明杰认为经历这次疫情 各国未来可能在生物战的防护方面 将更加警觉 而台湾国防部1983年 就设置一座P4等级实验室 用意就包括预防中共发动生物战争 新唐人亚特电视胡赞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导